说起X魂MPV 你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腾诗第九或者是蓝头梦想家 但如今老大哥G28也加入进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试驾的车型 就是我旁边这台G28路增PHV 那这台G28路增PHV 之前我们也探电静态体验过了 所以大致的外观我们就不讲了 但是我还要讲讲看第二排两个座椅 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首先这两台座椅都是航空座椅 都是台湾NAPA真皮的 所以做上去相当的柔软 不管它前后调节腿脱调节 都是采用的是电动调节 同时它也是带有通风加热按摩功能的 非常非常舒服 那前方都有两个小桌板 你可以在这边进行临时办公 或者吃吃饭吃临时都是可以的 同时我上方也是有一块15.6英尺的智慧屏 这个智慧屏还支持手机投屏 这个非常方便的 那还有个亮点就是我前方的中控台 这个中控台可以是前后移动的 它最后大的移动几率是260毫米 这样的话你在第二排拿取 饮料啊 或者说前排你在停车位 停好停车位之后 不方便移动 可以通过这个移动台 你到副驾驶出门 这个比较方便的 同时这款车呢 也是带有这个电冰箱的 它也是冷热调节的 不管说你是冰镇可乐 或是温宜温小孩子 牛奶啊等等 都是非常不错的 总之在第二排 冰箱 彩电 大沙发 都是给你隐隐俱全的 那我们这个版本呢 是个六座车型的 所以可以看出来 它是个顶配车型的 六座车型呢 有个好处是在第三排 是两张独立素 也这样的话 舒适性直到进一步提高 它的靠边呢 是电动调节的 而且这边呢 还有个软的靠定啊 你这样靠上去呢 做第三排的话 哪怕是长度下驶 也是比较舒服的 那总体呢 这个台车 不管是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坐上去都是非常舒适的享受啊 那好了 今天我们重点呢 还是要把这辆车开起来 看它的试驾体验如何吧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把这台 G186端PHEV开起来 它搭载的是 这条混动系统的官方称为真龙混动啊 这个名字还是很好玩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很多混动系统 它是有电一条龙 无电一条虫嘛 G18路墩的这个茶混系统啊 真的是还是蛮强的啊 它采用的是1.5T的混动专业发动机 匹配的是P1加P3电机组合啊 它的最大功率呢 可以达到2902千万 它的最大扭矩啊 可以达到580牛米啊 然后呢 它的0百加速呢 最快呢 只要7.8秒 你要知道 燃油版的G18 它的0百加速是9.5秒的 所以这个提升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能想象到 它的一个动力呢 是非常强劲的 那它搭载这块电池呢 容量呢 是24.4度啊 所以它的综合续航呢 也可以达到1370公里啊 那这样的续航里程的话 你满油满电 从上海到北京出发 一次单程完全是足够的 很多人担心呢 就是开MPV这种大车啊 会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但我可以跟你跟你说 这台G18插魂版 它开起来跟你开 这种中型SOV 完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真的非常好开啊 那它这台车采用的是 前麦夫逊后多连感的结构 虽然比不上很多 自动品牌采用的 这种双插劲结构 但是现在它的调校 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它并不是说 一味地去追求用软 对吧 用这个调校的软 来去盖过很多的缺点 反而它调校的非常优秀的 当我们走过一些坑洼路面 或者不平路面 它的弹调是没有多余的 所以说你在开这台MPV的时候呢 的确你能感觉到 它是给你很多的驾驶的信心的 你不会说觉得 有很多的不适应感在里面 同时呢 它又可能可以照顾到 不管是前排后排乘客的这种 乘坐舒适感 都是能够照顾到的 那我不得不夸一下这个G18 它的这个MV7做的调校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坐在车里啊 基本上你这个外面的这个噪音杂音 传递到车内呢 是比较少的比较小 那比如说你坐在第二排第三排的话 其实你会感到一个更舒服的一个环境啊 同时呢这台G18的插合板呢 它也是搭载L2级别的服务驾驶配置的 它也有是高速的这个领航辅助的 所以说呢 像我们现在就开的这种高速高驾驶啊 打开这个领航辅助啊 还是比较一个省心的一个配置啊 那这款车像我们前方呢 还是有一块i7UG抬头显示的啊 这个话呢 也非常在你平时开的过程中的显示 很多的路况信息 对吧 那这款车的音设系统呢 也支持苹果的卡夫类的 流畅度还是不错 而且它是无限卡夫类啊 前排的两张座椅啊 虽然说比不上第二排的那么舒适 但它前排两张座椅 也是带有座椅的通风跟加热的 也是电动调节的 所以说你作为司机啊 在开的时候啊 其实也能够照顾到你的一些舒适性的 对你的支撑性呢 也还算可以 对吧 长途架子呢 你也不会有感到疲惫的 那今天呢 总体体验下来 其实你能发现 为什么G18能够在这个MP领域 能够称霸这么多年 它真的是一个用心 在去为用户去考虑的一款产品啊 你不管说我开起来 我坐在后排第二排第三排 都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的 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水桶的车型嘛 对吧 就是各方面都能照顾到 它既一商又一家 所以说那买MPV 真的你会绕不开G18这个车型的 而我现在它又增加了这个插混车型 又可以跟腾尸地久啊 还有那个蓝图的梦想家等 打进行正面的对抗了 产品呢也完全不输他们的 那这款车现在销量呢 其实还算表现非常优秀啊 那个车啊 邓丁那个车其实等车呢也要等一会儿啊 而且现在目前它也是有这个优惠的 像比如说现在有这个500比5000的这个膨胀金 相当于就是优惠了4500块钱吧 然后呢 它也有这个置换补贴 置换补贴的话本品的置换补贴还算可以啊 那Tuffin呢 没有Tuffin买的置换呢 可能稍微低一点 但是它目前的置换补贴呢 还算比较丰厚的 那如果说你能叠加像国家报备补贴 或者说像上海啊等等一些事 它一些当地的政府补贴的话 那它这个叠加下来 这个置换补贴的幅度呢会更大 优惠幅度也会更大一点了 那G28呢 已经在中国市场耕耘了25年了 所以它产品呢真的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说你想要购买一台MPE产品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一台G28 特别是它现在新出的这个插缓版本 对吧 续航里程达到很大提升 动力也很大提升 配置呢 也不比输出品牌的差 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